西方軍門擠牙膏 最新澳臂披露 烏軍新打法 消耗戰加閃電戰 何軍三分二不能作戰 斯亞托夫前線低溫 何軍惡夢連連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冷戰情室 我是凌遠山 今天是11月28日 星期一 俄乎戰爭已經9個月了 烏克蘭已經接近最後勝利 但西方軍門卻越來越無厘頭 有評論認為這是西方試圖在俄聯邦崩潰的過程中 儘量避免上次蘇聯解體時的錯誤 最近還出現了中共國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文章 該文稱 中共國要求美國阻止波蘭向烏克蘭提供米格29戰鬥機 作為交換 習近平確保普京不會部署核武器 雖然很多人覺得 這種說法聽起來完全合理 但敏感地緣政治評論家們認為 這種說法非常不可信 首先 西方向中共國的最後通牒進行讓步 本身就不是個好主意 退一步說 即便是真的 西方政治家向中共政權讓步 他不向快速贏得烏戰的想法讓步 是相當令人尷尬的 不是說西方國家都盡最大努力支持烏克蘭嗎? 西方政客覺得必須要做些事 但總是有點不到位 德國國防部夏天支援了烏克蘭十多架PGH-2000自走炮 但沒有提供備件 導致現在烏克蘭的PGH-2000大炮都停擺了 結果德國國防部的回答是 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後來英國政府過來救場 向烏克蘭提供了韋斯特蘭海王直升機 毫無疑問烏克蘭人能迅速學會維護和操作這種飛機? 但是這個海王如果是英國官方的視頻顯示的 是預警機版本 從掛在直升機側面的大袋可以看出 這個版本配備了Search Water Last 阮程監視雷達 能夠預警來襲的敵方飛機或者巡航導彈 但是直升機速度慢 而且雷達開機就很容易被發現 俄軍的R-37M 空空導彈 在防區外就能消滅海王 那麼英國比的海王直升機還有什麼用呢? 普通的海王HU MK5S只能運輸和搜救 但是反而被烏克蘭的後勤增加了額外負擔 還不如克羅地亞支援的14架米17飛機更合理 可以說 不若沒有體現出任何結束戰爭的想法 比如向烏克蘭提供飛機坦克 提供足夠的重型武器 原因在哪裡? 一位俄羅斯政治分析家說 普京的政權面臨解體 但美國害怕突然進入這個未知的領域 美國人正在試圖確保俄聯邦的解體是可控的 俄羅斯政治學家和公眾人物皮昂科夫斯基認為 華盛頓的天平上有兩件事 一個是烏克蘭的勝利 另一方面美國對勝利的速度持謹慎態度 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這有助於理解美國人是怎樣想的 1991年的美國總統魯布殊是冷戰的勝利者 但表現得比現在的拜登更保守 他在1991年的8月來幾乎訪問 到當時的烏克蘭議會 也就是最高蘇維埃 發表了演講 當時他幾乎是流著淚敦促烏克蘭人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堅持烏克蘭獨立出來 當時甚至連共產黨人都對魯布殊發出了虛聲 這個講明對烏克蘭人的心理完全不理解的美國人 對跳入未知領域有一種天生的恐懼 皮昂科夫斯基指出 美國人希望的是俄羅斯解體的可控過程 不應該由烏克蘭人管理 而是要由美國人來管理 這位專家說 美國的傳統政治思想流派認為 一切都應該受到控制 必須謹慎行事 這可能有助於理解最近西方軍援 擠牙膏無厘頭的局面 圍繞冬季對戰場的影響 網絡上的很多討論 都是圍繞著泥漿和坦克 但從根本上來說 這算不上是重要的部分 英國軍事專家 旭特林指出 冬天真正克制的是步兵 其次後勤會受到影響 同時他也指出 如果烏克蘭能採用消耗戰加閃電戰 這個冬季俄軍三分二要成為炮灰 旭特林指出 冬天樹葉都落了 步兵失去了掩護 就必須保持低姿態前進 但貼近地面 難免遇到潮濕和泥濃 要及時擦乾身體並取暖 士兵們需要非常自律 把乾濕裝備分開放 一絲不亂 在野外要關照這麼多方面 步兵能保持活力的時間和能力 可以想像會是非常有限 如果乾的裝備濕了水 在相當短的時間內 步兵就會失去戰鬥力 就需要到有電或火的地方去空乾 然而在野外 電力和火都是稀缺資源 因此一支部隊在遠離庇護所 進行野外行動的能力 和他們的個人紀律和生存技能密切相關 都需要基層領導對士兵的關心 指揮官們必須及時把 又冷又濕的士兵們切回來 烏克蘭的老兵有多年的作戰經驗 被動員起來的新兵中 很多都有在這種條件下幾個月的作戰經歷 此外 烏軍的基層領導相當關心下屬 士兵之間都能夠互相照應 同時 烏克蘭人的庇護所 往往都是維護良好 有保暖的衣服 有保持清潔 降噪和溫暖的環境 而且連長們還把這些庇護所 看得非常靠近戰鬥陣地 俄軍在這方面就差得多 他們的基層領導 在戰鬥中嚴重減圓 新動員的士兵還不具備 長期作戰的經驗或技能 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沒有拿到東莊 戰鬥陣地都是一片混亂 一旦暴露在寒冷和潮濕之下 這些俄國士兵就會傷亡 機動速度降低 俄軍就必須多建立集中區 來恢復士兵 不過這些地方吸引了烏軍的打擊 因此對烏軍來說 在冬天的雷寧階段 只需維持小規模的戰鬥 讓俄國人留在戰壕中 同時把握好攻擊時機 不讓俄軍有輪換的機會 這樣俄軍就會因體溫過低和疾病 導致產生大量傷亡 轉到後勤方面 旭特林表示 雙方的大多數軍支援車輛是輪式車 受黎令的影響很嚴重 東莊雙方的物流 必須更多地在公路上跑 帶來的問題是 容易受到敵方的襲擊 此外依靠主幹線運輸 會導致補給線路加長 補給速度減緩 這個必然會降低軍事行動的速度 雷令對坦克和步兵戰車都有影響 這方面指的是 當他們陷入困境時 需要更長時間對他們進行補給、修理和恢復 有些戰線上的突破口 就因此不能使用了 這個會大幅提高進攻行動的成本 對於試圖在最近的攻勢之後 重建戰鬥力的烏軍來說 在冬天雷令階段的目標 應該是利用大炮、小規模戰鬥和持續的壓力 讓俄軍在室外活動 這樣俄軍在低溫下更容易傷亡 這樣一來 俄羅斯人必須把一支訓練了幾州的動員兵 推入戰場 這個明顯有助於烏克蘭保持主動 他表示 一旦地面結兵 烏克蘭就可以迅速攻破前線 用聯合武器作戰 讓第二道防線迅速崩潰 在閃電戰的情況下 俄軍的第三道防線就很難守得住 他預計按照這種打法 三分二的俄軍會喪失作戰能力 週四開始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在白天氣溫攝氏六度的頓巴斯前線 整個俄羅斯小隊死於體溫過低 進入12月 夜間溫度會降至-10度 直到2月下旬才能回暖 而現在的頓巴斯前線 很多俄羅斯人連手套都沒有 軍事專家預測說 這個冬天將是成千上萬 俄軍士兵的最後一個冬天 週四傳出的視頻中 一架烏克蘭無人機 向11名俄軍士兵 投資一枚小型手榴彈 這些士兵正軟縮在 巴哈木特前線的防禦坑中睡覺 令人驚奇的是 這些俄軍反應非常遲鈍 手榴彈爆炸後 只有一個人站起來 其餘的人在下一枚手榴彈命中之前 都侮辱一獄 根據軍事專家的說法 這種現象反應的是 中度至重度體溫過低 在身體對寒冷產生戰鬥的反應之後 人的頭腦會陷入昏迷 導致反應遲鈍和運動技能喪失 北約軍事專家表示 整晚都沒有穿合適的衣服 沒有合適的覆蓋物 在0至4攝氏道之間的夜晚 就這樣睡在地上 這些士兵熬不到幾天 尤其是在氣溫最低的斯亞托夫前線 本來身體條件 就不足以上前線的動員兵 一旦步道在河南的戶外作戰 就非常容易減圓 在最冷的月份 東北和烏東的平均氣溫 是零下7攝氏道 如不能奪取巴哈木特 這樣有建築物的城市 俄軍和瓦格納集團就要在野地裡搖 還不時被烏軍炮軍 真可謂漫漫寒冬夜 惡夢時比倫 天氣現在是越來越冬 但俄羅斯仍然試圖保住前線陣地 這個冬季的死亡陷阱 他們在前線後方10公里處 建立了一條大掩體的防禦線 打算切到那裡 從防禦線的位置看 俄軍認為烏克蘭佔領 鴻河以西的高地是遲早的事情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希望大家訂閱、點讚、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